因為上次做的這個人質指紋夾錢非常有趣 所以這次呢一樣來找這個作者他所分享的物品 找到了這個伸縮的夾錢 那我們就來製作看看 那在設定上呢並不會太困難 只要把支撐拿掉 然後記得低層呢盡量硬慢一點 因為他底下這邊其實是蠻細的 有可能會有黏不住的情形 所以這邊呢底層盡量硬慢一點 那基本上除了底層可能會有翹絕的情形 其他的成功率應該是蠻高的 那就是直接去做簡單的設定 其實也不用太多的設定 只要記得說這邊的底層速度放慢就ok了 好那他印完之後呢 完全不用做材質證的動作 直接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邊呢底部是有點翹絕的情形 但是還沒關係 他最終還是有堆疊完成 所以可以去使用的 好那他這邊呢是蠻聰明的 好看一下他的設計這邊呢 好是用喇叭孔的原理讓他可以卡住 然後雙邊都卡住 所以不會有掉出的情形 差別在說在用的時候可能 他再拉回來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可能要稍微輔助他一下 但是整體來講這個玩具是蠻好玩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伸縮價錢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